同学们,你们好,我们这一讲来讨论一下怎么把复杂的对象间的关系映射到我们的Document里 那这一讲先使用内嵌对象的方式,下一讲会使用reference的方式 那什么是内嵌对象的方式呢? 其实前面大家有看过,就是我们那个school,studen下面有一个school,学生下面有一个内嵌的school对象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其实啊,如果想把这个问题搞懂呢 我建议咱们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一个OO设计的一些思路 比如说我们从经典的汽车和引擎的例子开始 我们有两个对象,一个是car,一个是我们的engin,汽车和引擎 那一个car只有一个引擎,一个引擎也只能给一个汽车 那我们这里边可能是个composition的关系,对不对 然后一对一的 其实这种关系是最适合使用我们这个内嵌对象的方式 那就是画括号里存信息,汽车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年龄,它的型号 对吧,然后它的engin engin是一个对象 engin里面比如说它是它一个,这个win它的engin的ID是什么什么 然后它有几个缸啊,比如说它排量啊,可以放在这里边 那这种情况很实用 因为等于我们去car的collection里找一次就可以把塑形也都拿到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把engin也作为一个顶级的一个document 它也放在另外一个collection里的话 那我们就要找一下car再去按这表里找一下engin 那我们找两次 对吧,你时间要更慢 而且你一个car等于按这两个表的size几乎是一样的 那你这查询的这个效率,对吧,等于慢了慢了一倍 好,那这是一个例子 一对一的关系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内嵌对象来达到提高读效率的一个目的 当然写的效率也没有什么改变 你就直接找到这个car,然后你更新就好了 那我们来讲另外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学生跟学校的例子 这个其实略有不同 因为我们可以多个student映射到一个学校 这很常见啊,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这时候使用内嵌对象行不行 我的结论是 也非常好 那就像我们设计过了 这个students里边 放一个school school里边再放它的name schoolname 然后再放比如说它的city 那这样做的效果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们有5000个同学来自同一个学校 来自南翔技术学院 那它 这个南翔 还有它的city 就被存了5000次 因为中学说 那你这不浪费空间吗 你这么个东西你存了5000次 其实 多这么一点空间 倒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完全可以接受 我觉得比较害怕的是 这个学校它要是改名了呢 或者它搬了地址了呢 搬了家了 那我们其实真要是顾虑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发生也不怕 其实也只不过是降低了一点你更新的效率 那我这个学校真改名了 我就把这5000条记录的学校的name全都更新到 就就好了 因为我假定是你你学校你不怎么改名 你也不怎么搬家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 是一个权衡利弊之后 你自己要做一个判断 就说我是不是要使用内签的结构 如果说我这东西更新不频繁 我能接受 我只是更看重读的效率 那我采用内签的结构 如果说我这个写的效率我负担太大了 这个几十万条记录要更新 我受不了 那你可以使用我们下节课讲的这种reference的结构 好 这是你自己要权衡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使用内签的结构可以提高你的读效率 一次读取 可以帮你把学生和死故的信息都返回给用户 很方便 那我们再来考虑第三种情况 这就是所谓一对多的例子 我们使用我们在网站开发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类似于博客或者论坛的这么一个页面 这是个页面 它有它博主的证文 博主头像 博主名字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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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多少条有多少条 回复作者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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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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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模型 那传统的设计方式就是说我会采用不同的表 主体一张表 回复有表 然后我们采用一些主件外件 来多次查询或组合查询来生成这些数据 那明显这个读的次数过多 因为这些数据存在这个我们 各个地方 你把它都汇总到一起 这是满满耗时费力的一件事 那么芒果db提供的一种新方式 因为你这个页面不是一次性提供给用户的吗 他们都是不分开的数据 能把它存在一起不好吗 对吧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在这个blog这个 这个 每一条记录什么样 啊 博主的信息 可以是个内谴对象 然后 它正文 这就可以 你经过sdream我就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这个特别大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二进制的存储 放在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就更具体的例子 然后开始回复 回复怎么办 你多个回复啊 这不是一对一了 那冒号 方框号放到一个数组里 数组里每个元素是个对象 对吧 他的作者 这可以又是个内谴对象 然后 他的这个 回复的文字 你可以多一些 比如他日期啊 什么都可以往里放 再来一条 一样的 有多少条 放多少条 这么多的好处非常非常的明显 因为 用户是一次性拿这些数据 那我就 通过id 一次性读取 你所有你需要的数据 帮你生成页面 这个读的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他的缺点 还是说 因为你把它都合到一起了 我要更新怎么办 就是你的作者改名了 但这个我们都假定这些事情不经常发生 但如果说你这些 比如说你的这些 content 或者你这些发展更新 这个不难做 但有同学说你前面好像没教我怎么更新 这个数族里边再有对象 然后再有这些feel怎么办 放心 我们后面会有讲 专门来讲 怎么更新内签数族里边的对象 那说了 他增加了读效率 写效率目前来看好像无所谓 但是 他有一个问题 他也是跟写相关的 这个博客他有多少评论回复 咱不知道啊 他会不断不断的有新的评论在这插入进来 也就是说这个document这个大小是不断增长的 这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不是说有一个16兆的限制吗 这个不是不是主要问题 而在于说 我们毕竟数据库啊 他这些document存储到文件里 他基本上还是个连续存储 什么概念呢 他虽然也分块了 他分多个多个块 然后他每个块里存入干条document 对不对 他这样一块一块 每个块的这个大小是固定的 不是一个collection里 有这个9条记录 分三个块一存 如果你其中一个 他大了 这个这个不断不断的增长 他把这个给涨满了 还涨 怎么办 反正我db能自动的帮你handle这个问题 但这要花代价 他要移动啊 copy啊 那也会造成这些出现一些碎块啊 从而降低你数据库读写的整体效率 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嗯 但是没有那么不能接受 所以说 这种设计还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 他基于逻辑就是 我用户一下要这么多数据 这些数据就是相关来到一起的 那我把它 整理成一个document 采用这种内签对象和数据的方式 一次性呈现给他们 这也是我们内签对象在芒果db一个庙用 然后呢 好像内签对象可以解决一切啊 对不对 那其实也不是 我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这是我们作业吧 假如我们麦子学院这个网站 现在改成一个社交平台 社社会交友平台 我们一个students 他有多个好友 对好友也是students 如果是面向对象的话 不是采用这种很常见 这个design pattern 大家学过 就所谓的composition模式 那anyway 就是他有多个好友 但这个好 他的好友也是students 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处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 然后我们下节课呢 会针对这种情况 来做例子 来讲述我们怎么使用reference 好这一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